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GD Suston房屏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30万美金以下能买到的新房 并且学区非常的好 10分10分9分的新房社区 这个社区的唯一缺点就是地税比较高 3.65的地税 但是你看房价其实价格这么低 所以即便地税稍微高一点也是卖的特别好的 当然了这个社区也不是都是低价房 这社区的中置价位也是在40万左右的 只有那么一小部分30万以内可以买得到 但是呢这一小部分30万以内可以买得到的这一部分 它有点离高压电线有点近 所以说您可选的又远离高压电线 又30万以内能买得到的区域并不是非常多 可是这个社区刚刚开盘三个月 所以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您对这种低价的学区又这么好的房子感兴趣的话 就请开下去吧 这个就是一个旗舰价格26万左右 最后拿下的价格30万以内能拿下来的一个房子 这是一个一层的 这房子的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里面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个门也是一个高门 是一个入户八尺高门 一打开门这是一个一层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边这边墙就是一个墙 这个是车库 你可以想象一下 然后呢 左手边是一个洗耳间加俩 洗耳间是带窗户的 纸淋浴间 然后它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是一个标配的洗手间 只有橱柜有加装 地板什么都是标配的 然后您现在看到样板间的这个地板 这个地板是 加装可能也不是很贵 现在您看到的样板间 总体的加装一共花了一万八千块钱 这个是一个clean的床 是一个客人用的卧室 然后在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也是另外一个客人用的卧室 现在看上去还是有点大的 但是其实它不是很大 因为那边那个床 就是完全就是个沙发 但是放clean的床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右手边这个地方呢 这才是去车库的门 然后这边是一个空间 然后旁边呢 是一个书房 但是这个书房是有一帽间的 所以您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卧室 然后再往前走 这个像这种空间 都是一些储物的空间 往前走就到了它的客厅 客厅的旁边是厨房 里面是早餐厅 早餐厅 它这个房子是没有主餐厅的 所以就一个餐厅 里面是一帽间 像这些水槽啊 然后像这些金属部件啊 像这些大理石台面啊 橱棍的升级 这个样本经是做了差不多 一万八到两万的升级 所以不是很多 可以看看烟道 买这样一个房子 孩子上一个特别好的学区上学 真的是挺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负担也很小 这就是它的厨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就是到了主卧的位置 主卧的这个飘窗 是一个家庄 我现在所说的所有的旗舰的价格 还有各种各样的价格 都是以现在为基础 如果半年后一年后 可能价格肯定会变的啊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大的淋浴间 但是这个房子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厌板间 是没有浴缸的 不过是可以做浴缸和淋浴间都有的 这个厨房 而这个洗手间也是有窗户的 两个洗手台 然后我们一走是一个淋浴间 房子的总体面积不是很大 所以呢 只能说它很规整 但是每个房间其实都不是很大 这边呢是马桶间 这样就看完这套房子 院子不看了 因为每一个院子都不一样 您可以选大点的院子 也可以选小点的院子 每一个院子 价格是不太一样的 这就是今天看到这套房子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位置 今天看到这套房子 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现在放大到大的地图上来看 它具体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在一个大的休斯顿地图上来看的话 它的位置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 然后这边是中国城 所以它到中国城要四十多分钟 如果它到亚洲城的话 这就是亚洲城 所以它到亚洲城是比较近的 十几分钟就到了 然后呢 这个整个大的这一片区域是 Cypress 然后这边就是南Kitty 是区很好的那一部分 这边是北Kitty 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这个位置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到各个区域的一些距离 到Kitty Asian Town的距离是20分钟 到中国城的距离是40分钟 就是休斯顿非常大的一个商场 卖各种奢侈品的一个商场 是37分钟 就这样一个距离 这个房子的社区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呢就是超市 所以小区出门就是一个超市 然后它的学校呢都在这一部分 这个地图上还没有更新出来 其实这一部分已经全部建完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好 这边就是这样的一部分